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一个省份以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深远的影响力成为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焦点,这个省份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块土地,它更是一个经济引擎,一个文化聚集地,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晴雨表,半个中国都似乎依赖着它的繁荣与活力,它的发展速度和实力之强令人震撼。 这个省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山东省始终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这片土地孕育了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思想体系。 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于山东区父,他的出生地后来成为了孔庙,孔林和孔府所在地,这些建筑群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儒家思想的有形载体。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强调人,义、理、智、信等价值观,对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孔子之后,另一位儒家大师孟子也诞生于山东,公元前372年,孟子出生于邹城,他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提出人政理念,强调民本思想,孟子故里的孟府和孟庙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成为了儒家文化研究和传承的重要场所。 山东不仅是儒家文化的摇篮,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泰安市的泰山,被誉为五月之首,自古以来就是帝王风扇。 祭天的圣地,泰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象征,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在文学方面,山东同样贡献卓著《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大多活跃于山东境内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 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狭义精神,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省的农业发展历程,可谓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缩影,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到现代化的规模种植,山东的农业发展走过了一条艰辛而辉煌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山东寿光市率先引入了冬卵市大棚技术。 1989年,三元珠村建起了第一个冬卵市大棚,这一创举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模式。 随着技术的推广,寿光逐渐成为了全国文明的蔬菜之都,如今,寿光的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60万亩。 年产量高达450万吨,产值突破110亿元,除了寿光,山东的其他地区也在农业生产方面表现突出,苍山,安邱等地的蔬菜种植同样享有盛名,这些地方不断创新种植技术,提高产量和品质,为山东赢得了国民菜篮子的美誉。 在水果种植方面,山东同样硕果累累,烟台的苹果以其鲜美多汁而闻名全国。 每到秋季,烟台的苹果园就成为了一片红色的海洋,除了苹果,烟台的大樱桃也深受消费者喜爱。 来羊的梨,黄岛的蓝莓,粘化的冬枣,博山的猕猴桃等都是山东的特色水果,山东的农业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更是为全国的食品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山东只占全国6%的耕地面积和1%的粮食资源,却为全国提供了8%的粮食,11%的蔬菜和13%的水产品。 这一成就背后,是山东农民的辛勤劳作和科学种植的结果。 在疫情期间,山东的农产品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微线的萝卜、葱、白菜等蔬菜被大量运往疫情严重的地区,不仅解决了当地的食品供应问题,更传递了山东人民的温暖和关怀。 山东省拥有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占全国海岸线的六分之一,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山东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 早在20世纪50年代,山东就开始了对海洋资源的系统性开发,青岛、烟台、微海等沿海城市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渔业基地。 随着技术的进步,山东的渔业从近海捕捞逐步向远洋捕捞发展,形成了包括海水养殖、远洋捕捞、水产品加工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山东的海产品种类丰富、质量上成、青岛的霸鱼、微海的海参、熔成的大鹰桃鱼等, 都是文明侠尔的海鲜美食。 每到夏季,山东的海滨浴场就挤满了钱来品尝海鲜的游客,舌尖上的山东成为了一张靓丽的旅游名片,除了传统的渔业。 山东还积极发展海洋新兴产业,青岛蓝色硅谷的建设,标志着山东在海洋科技创新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这里汇聚了大批海洋领域的高端人才,其中超过30%的海洋院士都在山东的科研机构任职。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也是山东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的北海船舶重工,烟台的中吉来福士等企业,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这些企业不仅为国内市场提供优质产品,还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升了中国海洋装备制造业的国际地位。 山东还大力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近年来,山东在海上风电、潮汐能等方面的开发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些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不仅为山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的能源结构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山东省的工业实力,堪称中国之罪,拥有41个大类,数百个小类的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如此全面工业体系的省份。 这种多元化的工业结构,为山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 在能源行业,山东拥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全省三分之一的土地下,蕴藏着2000多亿吨的煤炭储量。 石油储量达数十亿吨,天然气储量也有数百亿立方米,这些能源资源为山东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机械制造业是山东的传统优势产业,中国重器在济南生产的卡车享誉全国,北海船舶重工在青岛建造的船舶畅销海内外,从陆地到海洋,山东的机械制造业几乎无所不能。 化工产业是山东另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奇鲁石化、万化化学等大型企业生产的化工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远消海外,这些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推动了中国化工产业的升级。 纺织工业同样是山东的强项,魏桥纺织,如意集团等企业将山东的纺织品推向了世界舞台,展示了中国纺织业的实力。 除了传统产业,山东还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新材料领域,山东企业在碳纤维等高性能材料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些材料不仅用于民用领域,还在国防工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更令人惊讶的是,山东的许多民用机械工厂具有快速转换为军工生产的能力,例如,林仪的距离索具公司能够生产航母拦阻索。 某无人机公司能够将民用无人机改造成军用无人机,这种军民融合的发展模式,大大增强了山东在国防建设中的作用。 山东不仅是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更是革命老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山东人民为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成为了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山东纵队在宜蒙山区建立,成为了华东抗日的中坚力量。 宜蒙山区的百姓与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战斗,创造了宜蒙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了军民雨水情深。 共同抗敌的革命传统,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 洪震海原本是一名煤矿工人,加入铁道游击队后,多次带领战士们破坏日军的铁路运输线,给敌人造成了重创。 刘四田放下手中的手术刀,拿起枪杆子,带领群众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 赵登宇将军在西风口战役中指挥友方,成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为保卫华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英雄的事迹不仅是山东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的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 成为了山东人民奋发图强的动力源泉,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又成为了重要的战略后方。 1947年,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固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场战役充分展示了山东军民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夜。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人民继续发扬革命传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山东人民更是以昂扬的斗志和坚韧的毅力,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如今,山东正在努力将红色基因与现代发展相结合,通过红色旅游,革命传统教育等方式,山东不断传承和发扬革命精神, 激励新一代山东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汉朝以其坚实的后盾, 确保了于田在这片广袤土地上保持着独有的自治地位与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军事方面的守护使于田能够免受周遭强国侵扰的纷扰, 而在经济上的扶持则使于田在丝绸之路上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生辉,在那个时代,于田的地位异常显赫, 它不仅是国际贸易网络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更是东西方文明相互交织、碰撞、融合的交汇点, 随着岁月的流转,汉文化在田地的渗透愈发显著, 其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语言与文字的广泛应用上, 更是深入到宗教信仰与民间习俗的方方面面, 使得汉文化的元素在田的社会中日益融入于普及, 在于田、贵族阶层纷纷投身于汉语的学习热潮, 他们选择汉字作为官方文书的书写方式, 与此同时,汉朝的儒学和道教思想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逐渐传播开来,这种文化上的深度交融, 不仅加深了于田与汉朝之间的紧密联系, 更为于田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提供了更为深入理解和接纳汉文化的桥梁, 在那个光辉的时代,于田的繁盛堪称西域的瑰宝, 商贸的繁荣让这座城市焕发出勃勃生机, 事迹上五光十色的货物仿佛繁星点点, 吸引了四方商骨与有者分支踏来。 此外,汉朝的文化熏陶也为于田的艺术与建筑赋予了新的风貌, 诸如佛教寺庙和精美雕塑都深深烙印着汉朝的艺术印记, 展现出了别样的汉风魅力,汉朝的余晖建案, 曾经璀璨于丝绸之路上的于田国,此刻犹如一夜孤舟, 开始经受波涛汹涌的考验,失去了汉朝昔日的政治庇护与军事援助, 于田国此刻犹如被孤立于世界的角落, 不得不独自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重重威胁与挑战, 在动荡的岁月里, 中原地区于三国两进及南北朝的历史长河中历经烽火连天, 往昔强盛的中央政府逐渐力不从心, 其远达边疆的统治力量因此日趋势微, 在这个充满不稳定的时期。 于田被外来侵略的阴影笼罩, 周边一些实力雄厚的部落和国家, 在察觉到中央政府的统治力有所减弱后, 都纷纷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这个曾经富饶的小国, 企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 于田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不仅在商贸活动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还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的战略焦点, 这片土地自然引来了无数外敌的寄予与垂涎。 然而,在长时间的和平与富饶之后, 于田的军队和防御攻势逐渐显露出 应对外来侵扰和攻击的力不从心, 在这一时期,于田内部的信仰纷争愈发激烈, 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动荡, 外来文化与宗教的涌入, 尤其是佛教与本土、宗教之间的碰撞, 使得于田社会内部逐渐产生了裂痕, 信仰的多样性加剧了社会的分裂, 不仅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更触发了一系列的内讧, 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团结与力量, 在这内外交困的局势下, 于田的经济与社会框架遭受了猛烈的冲击。 原本基于丝绸之路繁荣贸易的经济支柱, 由于贸易通道的不稳定以及战乱的频繁出现, 其繁荣景象已然黯淡无光, 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田地商贸活动的逐渐稀疏, 使得交易数额急剧下滑, 这无疑是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沉重打击, 经济的低迷态势直接反映在了民众的日常之中, 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市与市集, 如今却显得冷清萧条, 民众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顿之中, 在漫长的纷争与动荡之中, 榆田的农业根基遭受了重创, 农田荒芜, 谷物收获大幅度减少。 进而引发了触目惊心的饥荒, 再加上外部势力的侵扰与劫掠, 致使众多地区的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 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社会的无序和经济体系的瓦解, 让榆田一度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感谢观看,